嗨 今天要來考閩南語檢定考試 大家平常比較常考的檢定 通常就是多意托福日檢寒檢嘛 但我今天就是考台語檢定 因為其實覺得自己的台語還算OK 就是可以對達如流 也沒有到如流 就是還不錯還不錯 但是就是想說來看一下自己 大概的程度是在哪裡 所以剛好有一天滑廣告的時候 滑到這個閩南語檢定考試我以為沒有 但既然有 然後想說報名費也沒有很貴 所以我就來了 好 波羅索他這個考試就考了 聽說讀寫 所以大家就來一探究竟他是怎麼考的吧 好 那我剛剛早上的時候考完考試 然後我回家睡了一下 現在下午也要繼續準備那個筆詞部分 筆詞就有閱讀聽力還有寫作 我其實蠻怕寫錯的 因為台語的字明南語的字跟國語的字是不一樣的 所以等一下可能奉運氣寫吧 我測試考試真的全部都是羅考 因為我就是打算測自己的程度 所以也沒有打算要看書 但他官網上面會附一些可能參考資料 還是什麼東西的我完全沒有看 就把它載下來 但我根本沒有時間把它打開 就想說好那就來羅考 然後看一下我自己的程度在哪裡 好了我考完了 我覺得整體來說算蠻簡單的 但閱讀和手寫真的有一點點困難度 畢竟他手寫會叫你寫羅馬拼音 然後完全就要用閩南語的字寫 所以我會覺得有點困難 但閱讀的話也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我覺得最有心的就是 他既然還送你有來考試的話 就來送個什麼紀念品小禮物 我覺得以這個CP值來說 這個主案單位做得非常的有心 好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考考看 好嗎那就掰掰